想要出离十二因缘和三世因果的范围 就必须要修习八正道 八正道 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正念 正定 是基本的佛法 是世圣地中灭苦的道圣地 指的是如何使烦恼的众生从苦恼和痛苦中出离 又从十二延期法里面观察到十二延期法有因缘缘的现象 这种因缘缘缘的现象在告诉这些法怎么样起起 这些法怎么样灭气 所以它由这个因缘缘缘法 它又如实地去体证了所谓世圣地的古缘缘道的这种圣道法 而由此圣道法里面了解到可以解决现前一法的烦恼 由这里又体证到了七菩提芬修正的法证法效 由此才能真正的体证出所谓出世间的八正道 有了出世间的八正道才能够灭尽众苦 才能够达到究竟解脱的目标 才能够成就所谓的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的菩提证结 八正道是世圣地中的道圣地 是用来断极灭苦的道品四地 世圣地的苦力和吉利便是十二因缘的三世因果 伯陀在阿含经中说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指的是十二因缘的生死流转 是由苦极而有苦果 在受苦报的同时 又造苦因的苦极 并且循环不已 十二因缘的生死还灭 是由修习道圣地 而断苦极地 正苦灭地 应修道圣地 而得无漏的涅槃至 而灭无名 无名灭则行一灭 行灭则是一灭 乃至生面 老死一面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